那就輪到你那句話吧 沒錯啦 我覺得大家觀眾都是期待這一刻的 真的嗎? 我們可以講的故事給大家看 這次的故事真是 等等等等 我左手不順手 蝶仙大家都知道是什麼樣東西 蝶仙 其實蝶仙是一個很邪的東西 玩的時候千萬不能問他在哪裡死 怎樣死 這是千萬不能問的兩大問題 有一次我看到我三個朋友在這裡玩蝶仙 如果問他在哪裡死 那會怎樣 因為他會生氣 他一生氣就轉得很快 轉得很快的時候 玩的人就會出事 那次我三個朋友在這裡玩蝶仙 轉得很快很快 然後我站著 怎麼會這樣 我就衝過去問他 喂 你們是不是問他 你怎麼死的 要不然怎麼轉那麼快 然後他心想說 不是 不是 然後他說 毛理由 毛理由 你們是不是問他 在哪裡死的 大忌這個 是不是 一定是這個 又不是 然後三個朋友說 又不是 我們問他 喂 究竟你們問他什麼 他為什麼轉那麼快 不是 我們問他最快可以轉幾快 啊 啊 啊